當事人走進自家浴室拿出手機 螢幕顯示時間3點20分 但這是半夜 背景音有吉他旋律 他指控隔壁鄰居 專挑半夜彈吉他 惹人清夢 當事人控訴這已經不是一天兩天的事了 他用手機搜證 還把時間壓上來 實在受不了 最後跑到對方家門口 影片拍下來 鐵證如山 敲門拜託別再彈 跟他講他就會突然安靜 然後後面又繼續彈 不懂說都已經那麼晚了 然後你還要彈 當事人說5月21搬到台中 台灣大道上的這一棟公寓 第一天半夜就聽到鄰居彈吉他 報警沒有用 警察那時候其實有在我房間停 然後有停到 但是還不開門 律師徐承映說 民法上當事人可以主張 氣想侵入禁止 對方必須停止一切妨礙住宅安寧的行為 否則可依法請求損害賠償 公寓大廈內也可以跟管委會或區公所主張 對方違反安寧 不過相對的可能也要搜證 透過分貝機 錄下對方是否違反噪音管制法的規定 提出行政檢舉 阻止對方在半夜睡不著覺 談吉他 吵人睡覺 TVBS新聞賴崇榮 廖反一台中採訪報導 請支持一個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擴大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並開啟通知 小鈴鐺